2021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数量已经超过95万个 在防治病虫害等方面他们是专业的 而在湖北天门当地活跃着一支女子飞防队 眼下呢他们也正在田间忙碌着 今天的这个作业高度的话是3米 飞行速度的话是6米 正在对飞手进行作业指导的人是蒋明兰 2015年一次偶然的接触 让她对无人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她不顾家人反对 从武汉辞职回家创业 成为当地飞防指宝行业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她满腔热情的到村里给村民推广无人机飞防时 大家却都不认可 传统的打药房子的话是每亩地30公斤的药水 那像无人机一矿泉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药水 可以服务一亩地 那温馨是非常担心这个防效的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 蒋明兰免费给村民做飞防 让他们看到时效 慢慢地接受无人机的村民越来越多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她又组织留守妇女 成立女子飞防队 带领他们增收支付 又可以照顾老人 照顾孩子 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一番 一年可以增个十万万吧 如今女子飞防队共培训了54位学员 拥有17名专职女飞手 她们的无人直宝机也越飞越远 从湖北飞到河南新疆等地 感谢观看